上一节课我们把网页设置布局里面 最左边的布局已经讲完了 从广告到主体到页面到标题都已经讲完了 我们现在讲最右边的编栏 你那个可能是在最左边 我这个主题设置是在右边 其实都无所谓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在右边编栏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添加小工具 待会我教你怎么去添加 我们先讲这个编栏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它是写的就叫编栏 第二个往下拉呢 它写的一个叫这个 就是打开它页字就是打开页面之后 我们给你演示一下什么叫打开页面之后 你看这是我点 我们重新开始 你看这是我们打开我们这个博客 最右边这个就叫编栏 你看到右边的这所有的东西都叫编栏 我们添加的这些推特呀 分类呀 包括你的作者的介绍啊 最右边的内容 这叫编栏 然后呢 它最下设置里面 最下边这个还有一个打开之后编栏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你打开一篇文章 你在点进去阅读一篇文章之后 右边显示的编栏 就是像你打开右边的编栏 这两个编栏都需要你单独设置 都需要你单独设置 当然有可能你选的那个标题 那个主题背景 是不需要单独设置的 有可能就只有一个 但是我这个设置呢 是有一个的 如果你是只有一个编栏 那你应该是打开之后 显示的都是一样的 无需打开之后单独设置 不需要这个进行这边的单独设置 然后呢 这是它的位置的对应的显示 然后我们看 标栏上面有一个添加小工具 你们点一下添加小工具都有什么 点一下添加小工具 第一个呢 是谷歌的广告 在你没有开通广告之前呢 这个基本上你就别想去用了 后期我们再去讲 精选博文 这个我已经是添加过了 所以它这儿是一个灰色的 不能添加 博客搜索 博客搜索呢 它一般的主题都有 你不需要再次添加了 这个基本主 博客搜索在哪 对应至哪个位置 是这个位置 看右上角 它搜索你本博客里面 有的那种关键词 它从这里去搜索呢 就可以搜索到一些信息 这是博客搜索 这个你不需要挂 一般的话 它基本上都 你打开之后 它就有 如果没有的话 你再添加一个就行了 最下面这个非常重要 HTML和这个Java的这个程序 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最后边 我们打开我们这个网址 我们的预览网址 你看 我添加的订阅 对吧 订阅YouTube 这些功能是它本来没有的 订阅我的Twitter 显示我Twitter里的一些内容 这里边本来是没有的 这是我 还有这个Ins 还有Facebook 邮件订阅 PayPal打赏 这些功能呢 都是通过这个叫HTML 这个关键的小模组 它是一个一个的模组 通过这个模组去实现的 我们待会再去讲 这个模组如何去实现 好吧 然后个人信息 个人资料 就是作者的简介 对应的是这个位置 作者的简介 对应的是这个位置 如果你有需要宣传这个作者呢 你可以把它许下上 如果没有需要呢 你就把它删除就可以了 这是作者 规档 博客规档 这是什么 打开 OK 博客规档 显示四维一件 你可以跟博客规档 选择一个标题 我看看我的设置 博客规档 你看 我给的博客规档呢 起名叫分类 因为我就只设置了两个标签 一个是创业必看 一个是列起故事 对吧 所以我就给它设置了一个叫分类 这里呢 如果你想一样 你可以这点分类 下边样式呢 就无所谓了 你喜欢哪种样式呢 你就打哪种样式 后边呢 你可以让它显示博文的标题啊 显示最早的博文啊 这些设置 你可以按月规档啊 按天规档啊 等等等等 你点一个保存就OK了 这是一个分类 好 我们把它删除 我从你打开 删除 好 下边有一个页面标题 关注者 图片 标签 标签就是 这个是标签 标签就是你所所有的分类 刚刚我讲错了 归档是这个 归档是这个 归档是所有博文 是这个 这个是标签 我刚刚讲错了 这个是标签 你的标签设置了几个 你可以就按照你的这个需求 写的是标签 你可以就按照你的需求 去把这个取一个名 我写的是分类 你可以按照字母 按照使用的频率 如何去显示 你这个标签 你点一个保存之后 你刷新 就会来到这 因为我设置了就这两个 所以你看到的是这个 所以这个标签呢 是非常重要的 它非常有利于过审 就是你的这个网站要获利 要添加广告 你这个标签是极为重要的 这两个东西是极为重要的 一个是这个博客的归档 一个是标签 这两个你一定要有 因为这两个非常方便 访问者去阅读或查找归类你的文章 如果你的整篇网页都通篇大论 也没有办法归类 也没有办法去筛选 但对于阅读者呢 是一个障碍 所以呢 你需要把这两个紧区的东西 去把它添加上 按照你的需求 然后下面的这个 其实都无所谓了 徽标啊 订阅啊 订阅文章啊 订阅链接啊 后边呢 我们再去讲 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 都无所谓 但是这两个一定要会用 就是归档和标签 然后呢 再是这个HTML 这个呢 稍微有点深 我们讲后期呢 在一个一个单页的讲 所以你基本上常用的就是这个了 如果你想过神 就是博客归档和这个标签 你一定要设置好 所以呢 这两个你一定要重点的看